王健离起死亡10天后,山东国企副总公差期间坠亡,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,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坠亡事件相隔10天,又传出一中国国企高管坠亡消息。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钢铁副总经理王广连于7月13日外出工作期间,意外高坠亡,但公告中没有说明坠亡的具体原因,即地点山东钢铁7月16日公告,称其董事会获悉,公司副总经理王广连先生因公外出期间,于2018年7月13日不幸高坠亡,公告还称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, 一切正常公开资料显示,王广连十年53岁被任来钢股份公司特钢厂厂长,特钢事业部经理,现任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,来无分公司副总经理,营销总公司党委书记,总经理目前山东钢铁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,而处于停牌状态。 山东钢铁公司是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上市公司,后者,是由几钢集团有限公司,来无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,所属单位的国有产权化转,而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。 集团公司下辖几钢等诸多子公司,今年4月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,原副总经理蔡张萍涉嫌社会,贪污一案被提起公诉蔡张萍一审被控贪污社会超1300万。 由于中国海航集团创始人,前董事长王健于7月3日在法国公务考察时,意外跌落身亡其死讯。 这外界质疑不少人认为,王死的离奇阴谋论刺起。 王广连的坠王也引发外界的质疑和揣测,每隔十天往下掉一个。 这什么意思什么预兆啊,最近流行公差衰死现在不流行抑郁症了,换亲玩法了。 此前4月15日,中共河南省沁阳市委书记薛勇,在当地景区神农山视察期间坠牙身亡,他的前任市委书记因社会近千万元被判刑。